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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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何去万二水库的地质公园 或者我们叫东坝 平时星期日和假期都有很多游客去 星期日和公众假期有些特别的交通牌 它会有一架9A的专线小巴 由北潭冲去东坝 不用我们坐的士 以前没有车去 现在坐了9号的专线车可以去到东坝 平时我们都在西贡码头坐的士去 或者坐车到北潭冲再坐的士去 星期日和公众假期 我们可以在采用村站C出口 坐1号A转線小巴到西贡 再转成9号转線小巴到北潭冲 去到北潭冲再坐9号A转線小巴 去到东坝 平时我们可以坐94号车 假日我们可以坐96R巴士 去到北潭冲再转成9号A巴士 如果是星期六星公众假期 便要坐的士去东坝 这三站都可以坐9号A车巴士 或者在坑口站B1出口 坐101M的专線小巴去到西贡 再坐的士去东坝 我们去到东坝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里 走到这个公众 看这个万二水湖的水塘 走过来这里 这里的景点都很漂亮 最远的地方走下去 看六角柱 走到这里 看火山岸所形成的六角柱 走到这里 这里是一条桥 可以看看海蟋洞 在这里 其实由这里 这是公众的位置 其实这里下去 就是物理浩第二段 这个浪茄 这也很有名的浪茄沙滩 从这里走下去 大概是半公众头岛 这里只是落山 如果大家有体力 可以由北潭冲 走进来 这个物理浩茄的第一段 走到东坝 这段大概走两三个小时 到这里 我会由彩虹村地铁站的C出口 乘搭1号A专線小巴到西贡 这就是西贡码 我会坐9号车去到北潭冲 这就是北潭冲 我会坐9号A去万宜水库 万宜水库 位于西贡东郊野公园 风景壮丽 他的南岸是著名的远竹 静麦里浩静的第一段 也是受欢迎的远竹盛地 在水库东坝附近 曾经有一座彩石墙 用于建设水库 在开彩过程中 山崖上的火山岩暴露出世界 罕见的六角形岩柱 这种地质奇观在香港 是难得一见的 因此 万宜水库东坝结合了山景 水库景观 海景 独特的地质遗迹 多种地质构造和海舍地貌 成为最受欢迎的地质公园景点之一 这裏有个量亭和洗手间的位置 前面有个牌写着浪茄 就是我们左边这条路 就是浪茄 现在我们走到黄坡堤 那裏有很多药坡石 最多的药坡石 这药坡石可以减弱海浪 冲击 令它不容易破坏万宜水库的水塘 地瓜 南瓜 tho 灵 。 北瓜 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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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